咳咳 君殿下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天命坎坷 这样的我不能连累君灵员 道理我都懂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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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你们去干吗 你不知道吗 高盛后来学院视察 今天下午休克 别跟他说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我听说盛后点名 要左倾轮陪着呢 都说盛后私底下 已经把他认为自己的儿媳妇了 凌飞智慧十拿九稳呢 没想到传闻是真的 说真的 你君殿下还真是般配 算了 反正我没那个名 我们去看上了吗 走走走走 放我 放我 怎么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你去哪儿啊 下午休克 我就来藏书楼看看书 我看你这一天天神神秘秘的 说 是不是有事瞒着大家呢 没有啊 能有什么事啊 嗯 哦 对了 高盛后来了 你不去蹭蹭扔呢 哦 我这不先溜出来找泥道去嘛 按理说这高盛后 平时对谁都和蔼可亲的 但君老大那更是没话说 碰到我和玄晓二啊 也是尤为关心 但我就是不喜欢她 但我就是不喜欢她 我就喜欢像我娘那样的啰嗦精 还有像你娘那样的 我美人娘亲什么样 呃 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她每次看到你的眼神里 都充满着喜悦的那种 你知道吗 高盛后 之所以来军务学院 是为了她大寿庆典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哎哎哎 我还没说完呢 这次高盛后授典 要从学院新入学的弟子中 选出一男一女 表演沐仙长当年创下的双人剑法 这男弟子嘛 自然是君殿下当之无愧 至于这女弟子嘛 嗯 这还用说嘛 当然是左倾鸾了 其他弟子定会因为秀为所限 不敢与之争锋 除了她 还能有谁 你呀 我才不想 哎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 你想啊 如果她和君老大 这两个人表演双人舞剑 难道 你不嫉妒啊 我干嘛嫉妒 哎哎哎哎哎 不是 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 这女儿家的心思 可真难猜啊 参见圣后 免礼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神采飞扬 眉宇间正气凛然 本座很是欣慰 你们可是军舞学院学子的代表 也是前缘大陆未来的希望 圣后 我 今年兽典上的舞剑表演 需要在学院中 选拔两名德才兼备的弟子 这是他们的荣幸 也是军舞学院的荣幸 本来没有打算办的 不过是寿臣而已 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 可是架不住圣君 他呀爱热闹 又说想趁此机会 看看新一届学子的风采 圣君甚后 如此爱民如此 对年轻弟子关怀备致 真是军舞一族之福分啊 这男弟子代表 思以为定是非军殿下莫属 至于这女弟子嘛 竟然是青鸾师姐了 要说这德才兼备 能与军殿下同台表演的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沐瑶 圣后面前休得妄言 青鸾是极好的孩子 本作很是喜欢 如若他与圣子相配的话 圣君看了 想必也会高兴得很 如此加配 今年 圣后的授点 定会出彩无比 回禀圣后 我有一个提议 圣子有何提议呀 可摄下擂台 从今日起至圣后生辰 学院女弟子 均可挑战切磋 好比车轮战 最终 获胜者 极为表演人选 圣子的提议 必然是好的 不知你主意哪位女弟子啊 儿臣并没有什么 特别要推荐的人选 只是觉得 如果草草定下 恐不能服众 应以能者居致 圣子所言不无道理 那就这么定了 倘若未有弟子挑战成功 人选便依然是 你和青鸾 本座甚是期待啊